欢迎收看汉天新闻 我是张潇 首先来关注一下美国国内消息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在周四公布了 一项1.9万亿美元的新冠病毒疫情救助计划 通过加快疫苗接种 便向那些受到疫情经济影响做斗争的人提供资金帮助 来结束一场深刻的人类痛苦危机 提案被称为美国营救计划 规划一系列新支出 包括直接发放现金给家庭 扩大失业救济金 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更多资金 以及扩大疫苗接种和筛减计划 具体来说 纾困支票每人再加发1,400美元 这项纾困方案履行民主党的内容承诺 直接发放2,000美元给多数美国民众 国会去年12月已同意发放每位民众600美元 最新提案等同加发1,400美元 失业金每周400美元 这项方案将延长发放和加码预计 3月中到期的失业给付 这也将联邦失业给付从每周300美元提高到400美元 且延长发放这项福利至9月底 这项计划还会延长发放给失业给付自由职业者 零工经济工作者以及用尽定期领取的失业给付的人 抵减税额 拜登将调升中低所得家庭的纳税和扣除 有助让他们今年申请退税 拜登提议针对育有17岁以下子女的家庭 把儿童扣除额从2000美元调高至3000美元 针对育有6岁以下小孩的家庭 他们的扣除额甚至可能调高至3600美元 疫苗接种和筛减200亿美元 纾困计划将支出200亿美元用于支应全国疫苗配送计划 供所有美国居民免费施打 美国移民也适用 这项计划也呼吁成立社区疫苗中心 和在交通不便的地区设置行动站 拜登也呼吁支出500亿美元扩大筛减力道 包括购买快筛减试剂 扩大实验室产能及帮助地方政府实施筛减制度 租金减免在去年12月底提供的250亿美元基础上 在提供250亿美元为在疫情期间 失去工作的中低收入家庭提供租金援助 另外将拨出50亿美元帮助租房者支付水电费 提供50亿美元帮助各州和地方援助有可能无家可归的人 将把原定于1月底到期的联邦禁止驱逐令延期至9月30日 并允许拥有联邦担保抵押贷款的人申请延期至9月30日 食物救济把6月份到期的增加15%食品券福利延长到9月份 再为妇女儿童和婴儿特别补充营养计划 投入30亿美元 并向美国领土内提供10亿美元的营养援助 还将与餐馆合作为贫困的美国人提供食物 并为下岗的餐馆工人提供工作 儿童机构设立250亿美元的紧急基金 并在现有的计划中增加150亿美元 以帮助包括家庭儿童托儿所在内的儿童保育机构 支付房租、水电费和工资 以及与疫情有关的个人防护设备等增加的费用 建议将儿童保育税收抵免扩大一年 这样家庭13岁以下儿童保育费支出就可以节省一半 金元州政府和地方政府3500亿美元 这项刺激方案将提供3500亿元的财务援助 给州、地方及领地政府 还会呼出200亿美元用于大众运输系统 学校1700亿元 这项计划将提供1700亿元帮助学校恢复运作 拜登表示这有助于许多家长 尤其是职业妇女 从在家照顾小孩重返职场 医疗援助在9月份之前补贴那些失去工作医疗保险的人的保费 增加和扩大平价医疗法案的保费补贴 使参保者不必为医保支付超过收入8.5%的费用 这也是拜登竞选时的承诺之一 此外提供40亿美元用于精神健康和药物使用障碍服务 200亿美元用于满足退伍军人的医疗保健需求 工人援助 恢复12月底到期的带薪病假福利至9月30日 把福利扩大到雇员人数超过500人和少于50人的企业 以及被排除在原计划之外的联邦雇员 生病或被隔离的人 或因学校关闭需要在家照顾孩子的人 将获得14周的带薪假期 政府拨款250亿美元 为500人以下的雇主补偿提供休假的全部费用 启动全国最低15美元每小时的最低工资标准 向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公共交通机构提供200亿美元 以帮助避免裁员和线路中断 企业援助150亿美元 为超过100万个小型企业提供贷款 批准约350亿美元用于提供低息贷款 特别用于清洁能源投资 据CNET外媒分析 1月20日拜登上任后 民主党将控制参议院和众议院 拜登有相当大的机会 获得通过发钱计划所需的多数票 而且目前一些共和党人 已经认可了他计划的部分内容 因此预料国会通过的阻力会比前两轮小 据KTLFL电视报道 洛杉矶县科学家最新估计 洛杉矶居民中有三分之一感染了新冠病毒 这是该病毒在重灾区快速传播的惊人迹象 根据科学模型估算 官员们认为洛杉矶县1000万人口中 有超过300万人感染了冠状病毒 其中包括近13000人死亡 洛杉矶县在13日单日添加281例死亡病例 和14564例新确诊病例 经测试确认的冠状病毒病例累计数量 已经超过三倍 卫生官员们一直认为 测试仅能捕获一定比例的感染者 因为还有许多感染者没有症状 或仅有轻度症状 感染者数量的增加 实际上已经降低了冠状病毒的传播速度 因为该病毒越来越多地 与在那些感染中幸存下来 并可能形成免疫力的人们接触 2021加州劳工新法上路 安全工作环境要求新规多 包括工作场所疫情报告 感染人员、时间 告知其他员工和公共卫生部门等 都有更具体要求 劳工法律师14日解释 2021年加州劳工法新规表示 过去一年各级政府机关提出各种防疫规则 包括联邦疾病防治中心 联邦劳工局、劳工保险 各地公共卫生部门都有不同规定 意味着企业需要关注更多的法规 依法运作才能避免赤上官司 加州新年劳工法更加保护员工工作环境的安全 根据新规,企业一旦有员工感染 雇主必须在街道报告三个工作天内通知劳工保险部门 包括员工什么时候感染、被传染的员工的工作地点 过去45天内被传染的员工的工作地点等 都必须用书面通知劳工保险部门 公司如果听到员工感染消息 必须马上调查、及时报告 新出炉的SB1159规定 100人以下公司如果有4人感染 或者100人以上的公司感染人数达到4% 都称为感染大爆发 现公共卫生部门可能会要求公司暂时关门 新出炉的AB865规定 公司出现感染员工时 需要在一天内马上用书面 而且是员工熟悉的语种通知所有员工 通知时必须同时让员工知道政府提供的福利 通知员工公司相关的对应计划、消毒清洁等 同时公司也有报告的责任 14天内如果有3人感染 必须通知当地的公共卫生局 员工的名字、工作性质、工作地点 否则将可能被罚款或关闭企业 加州从去年11月底开始要求 所有的企业和公司必须有防疫计划 要求员工戴口罩、洗手、设置消毒台等 同时要计划好员工得到感染时 怎样调查以及如何报告 与往年一样 劳工法要求在年初时雇主必须张贴新海报 必须贴最新的工资标准 新的劳工法海报包括 加州今年最低工资说明 加州最低时薪为13至14元 是公司员工数量不同有一言的差别 25人以下的公司最低时薪13元 26人以上最低时薪14元 劳工法律师提醒雇主 注意企业的人数增减 尤其是处于不同最低时薪临界点的工资 虽然独立的公司可能在25人以下 但如果多家公司在同一雇主名下 就有可能超过人数限制 而需要支付更多的最低时薪 而最低时薪的月薪增加 后面员工的工资也要增加 否则雇主可能被告 加州州长纽森于1月14日宣布 加州政府在1月20日总统拜登的就职典礼前 宣布额外的加强安全行动 其中就包括签署行政令 授权部署1000名加州国民兵 保护州府重要的基础设施 包括加州议会大楼 华府的国会大楼 于1月6日遭到暴徒袭击后 联邦调查局FBI警告 全国50个州的州府 面临针对性的暴力威胁 纽森说 我们在国会大厦看到的是 对国家和赖以创建的自由 采取的不民主和不合理的攻击 我们非常认真对待这一问题 部署大量资源保护公共安全 关键基础设施和第一修正案的权利 加州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保护公共安全和民主原则 不会容忍暴力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今天与加州公路巡警 和紧急服务办公室 一起启动加州国民兵 保护州议会大楼 及其周边的重要州基础设施 纽森强调要确保大选结果得到尊重 并且任何抗议活动都做到非暴力 他说 鉴于上周 我在国会首都发生的事件 加州正在采取重要措施 保护州议会大厦 和整个州府的公共安全 州府行动中心正积极与联邦 加州和地方执法机构合作 评估威胁 分享情报和资讯 以确保这些不光彩的行为 不会在这里重演 为了准备和应对任何可信的威胁 州府行动中心将于未来几天内 协调24小时全天后的行动和互助请求 执法协调中心将启动最高级别预警 以协调整体执法和公共安全需求 加州公务巡警和加州总务厅 在州议会大厦周边 安装了一道6英尺长的铁丝网围栏 以确保州议会大楼的安全 州府通过州长紧急服务办公室 加州公务巡警和加州国民兵 与全加州各地的安全和情报机构 保持密切联系 并不断监测和应对 可能出现的对州府的威胁 纽森团队还与地方 加州和联邦各级执法部门 以及私营机构密切协调 以确保仇恨团体和国内恐怖分子 不会利用他们的平台组织 或传播错误资讯 造谣或进行文宣